大牌长龙等着领取快筛事迹的民众 以及街都接不完的询问电话 已经成为疫情期间 金融市各区卫生所的日常 为了因应即将到来的疫情高峰 金融市卫生局特别发起防疫人员招募活动 结果第一天就有资深护理师陆续响应报名 曾在医疗线上的吴廷龙说 自己子女也是医护人员 疫情期间非常辛苦 因此决定重返前线 为防疫尽一份心理 因为现在看到疫情这么严重 虽然我们是已经算已经离开职场这么久 但是我很愿意就是以慈善公益的态度 再回来这个岗位 来为更多人民来服务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善行 就是说我的孩子他们也是医护人员 那我觉得说其实在这个阶段 应该更为这些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所以我愿意来接受这份挑战 曾租过美国也在香港澳门等地担任护理教职多年 王安安也期盼分享自己的经验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我女儿也是在暑机 她也是护理师 对那她去年因为她有照顾 我刚好是2019年 我去美国 然后我一回来刚好就武汉肺炎 所以我女儿去年她是在那个内科病房 刚好照顾到确诊 那时候其实还蛮紧张的 所以我们家属其实都有被影响到 那我本来也想去就是服务一下 就是防疫旅馆去年又在征兆 可是我女儿又很怕我担心 其实我一直都在教学比较多 我虽然是护理 可是我后来是研究所是念流行病学 公共卫生 所以我一直走管理比较多 所以她就怕我说年纪比较大了 所以呢太辛苦 所以我就一直停停停 停到今年 认识区有在招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来帮忙一下 对于金融市卫生局 招募推移护理人员资源防疫 民众也非常认同 相信能有助维护医疗量人 最起码可以舒缓一下 前线人员的忙碌 前线人员非常的辛苦 金融市卫生局发明表示 这次招募包括30名护理人员 及21名临时人员 主要支援各区卫生所及卫生局本部 希望扩展能力为疫情变化做好准备 如果你有心 我相信站在外面排队的民众 也很期待 卫生所的人员能够提供一些资讯 如果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都希望你能够站出来 到我们各个所去帮忙 记者张旗滩金融报道